我们之所以看起来善良之类的心机很重 之类的 这里是值能喝酒的图书馆 一个出租呈现探索未知的地方 你最近在干嘛 夫妻 我们不是24小时都没分开过 我居然问你 我最近最常做的事情是早上起来 早睡早起 送小孩上学 然后去找一个好吃的传统早餐 好好的给他吃一下 感受一下我的独处的时间 跟我与这个社会的互动关系 每天早上独处的时间 有帮助到你什么吗 我觉得有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间 我最近的感受是 人是一个很懒惰的动物 就是人性的本质是 慵懒且有惰性 慵懒且有惰性的来源 并不是因为你真的 不想要做出一点什么事情 或是你不想要做一些 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或是做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而是你被现实的生活 压得喘不过气来 而没有办法去好好享受你的生活 对 那我觉得适度的独处 或是你去做一些小的旅行 或者只是在台北市找一个 很好吃的早餐 那绝对不会是只是叫做 这个年代所称的小确幸 或者是所谓很文青式的 一种微小的放纵而已 我觉得那个是 你一个人身处在这个 快速变迁的社会 在一个压力很大的都市 你怎么样去感受到 你自己的存在 跟你所生活上所要扮演的 诸多角色的中间 去做一个平衡点 那这个时候 独处就变成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媒介 我懂 因为你每次出去吃早餐的时候 我都在家独处 对 然后我觉得 因为对我来说 因为早上要送女儿去上学 我其实是个夜猫子 我其实晚上的时候 比较有创造力 但是 有吗 有有有稍微 但是我最近发现 我如果能够早睡 我最近早睡真的是 九点半 十点我就昏倒了 然后早睡早起 早起之后 我送 因为反正我六点半就要起床 然后我八点就 八点之前要送小孩到学校 送完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想 我今天要吃什么 那我们来吃个油饭 或是吃个什么 特别的东西 然后我去开车十分钟 去找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坐下来 慢慢的去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吃完 我可能在车上坐一下 去感受一下我的 这个日子 慢慢的 时间这样流逝 我觉得那对我来说 是一个 很好的充电的时光 那我可能吃完 吃完早餐 我就可以回来 接着我一整天的工作 或者是去面对 我的家庭 我的女儿 或者是面对一切 很烦人的事情 面对这个城市 带给我的烦躁 你话中有话 没有我没有 我话中有话 有 我要讲的是 本来 你话中有话 对我来说 人生就是一场修炼 你本来就是很困难 你不要 你不要把人生美化成 就是 每个人都 有良好的家庭 你生活过得很好 你赚很多钱 很多事情都是假的 本来你要在这个里面 去找到一个平衡感 就是很不容易 有人很羡慕你吗 这我不晓得 我从来没有很理解 你为什么会有这番言论 我觉得这个 最近 吃早餐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 或许它也是一种仪式感 但我每次看你po那个早餐 我看了就饱了 我真的没办法中式早餐 很可怕 对 我最近 可能是我年纪到了 就是中年大叔 我还发现中年大叔 就很需要这种传统早餐 好可怕哦 很 我那天跟你去一次 我真的是觉得 我回家睡觉不如 没有那天去 那天是不好吃 不是 你下次跟我去 我吃过好吃的店 你不是要独处吗 是的 然后你那天还在那边叫我 说什么 我就是要独处 你那边吹吹吹 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独处是一回事 就是 这个我也有很深刻的体认 你又来 你又有很深刻的体认 这个我有 这个我有 你尝到有很深刻的体认 太厉害了 先倒杯酒 没有 因为我跟你说 怎样深刻的体认 人啊独处到一个极致之后 你就会想要不要独处 就会想要跟别人分享 我觉得孤独跟寂寞跟分享 它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它是三面啊 没有 就是像我看 我们上一集采访林薇 他在某个程度上 他一直在他人生的一辈子 一直很想要跟人家分享音乐 在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那有可能是 他的童年是很相对很孤单的 或是他在生命中有一种孤单感 他一直无法去满足他某一种 个性上面的缺口 所以他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去跟这个世界对话 我觉得每一个人 在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只是单单只想要做这件事情 而是想要把你心理那个洞补起来 那才是真正的所谓的motivation 或是动力的来源 那我们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都觉得 我被这件事情所吸引 但我们其实并不了解说 他其实是跟你心深处的 某一种缺陷 或者是 或者不能讲缺陷 或者是一种 遗憾 遗憾或者是一种 你的个性的上面的特性 或者是你童年的一种缺乏 导致你在成年之后 你一直很想要去追寻某一种 这跟我很喜欢吃麦当劳是一样的 之类的 就你一个人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妈妈都不准你吃麦当劳 对 超遗憾的 有一种 长大以后吃麦当劳 就有犯罪感 那这个犯罪感 本身是带来一种快感的 快感啊 是啊 当然啊 他的那个快感 并不是真的犯罪 而是填补你 小时候不能吃太多 不良食物的一种 对啊 就像那天我跟你讲说 我很讨厌吃肉羹 那因为小时候 回去那个 南部的时候 跟阿姨住 那他们就是卖鸡肉饭 鸡肉饭就有肉羹 所以他就 每个中午都用肉羹饭 吃到快吐了 那大部分的人可能是会回忆 对不对 回忆 我小时候都吃了 我完全不会 因为我知道那个他就是 在糖塞我 填饱我的肚子 但他并没有要管我 喜不喜欢 那意思是说 我现在给我女儿吃了很多东西 他以后长大就会很害怕吃这些东西 所以我常常会用问的啊 就是说你们想吃什么啊 对不对 就很多人 你给他吃什么就吃什么 你不要问 像我妈就会说 其他人 不要问这么多 对不对 你如果煮什么 他就吃什么 别问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回答我很不满意 我觉得你在物质缺乏的年代 你讲这个话是很正确的 绝对没有问 因为你就没有办法提供给他这么多的 不同的食物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物质缺乏的年代 假设像我爸说 他们小时候吃什么含鸡腔 或是桌上如果煎两颗蛋 大家都觉得哇 今天有加菜的那种 OK 那种内容 我懂你的意思 家里就很穷嘛 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个鸡肉 对啊 妈呀 现在鸡肉你每天都可以吃 但是会有想要逃离的心情 跟小时候物质缺乏 它其实基本上是两回事啊 不会啊 是同一件事情啊 有些人会说 我今天就吃得大了 没想要吃 那也是一种逃离啊 那也是一种逃离啊 对 那个逃离是我不想要回到那个 有一种是我不想要回到那个贫穷的 的状态 对不对 那也是一种逃离啊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 他在面对他的过去 会有不一样 不是说他敢不敢恩 我觉得那也 但是也很有可能 你譬如说 我讲一个 就是虚拟的状态 就是 多虚拟 很有可能 譬如说 一个爸爸 从小就逼他女儿吃 吐司 或者吃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忽然间 他爸在他20岁的时候过世了 然后接下来的40年 他吃到吐司的时候 他想念的都是他爸爸 我知道 我有听过一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喝醉酒的时候 特别喜欢吃泡面 然后有一天 他喝很醉 然后他说 我现在真的很想吃一碗泡面 因为他们家是单亲家庭 他跟着爸爸 那他每次 就是读书很晚回家的时候 他爸爸就会说 我们煮碗泡面吧 我煮碗泡面给你吃 因为他都是 他爸爸很晚了 然后还在等门 等他回家 觉得他会肚子饿 所以就煮了一碗泡面 那个东西就属于 他跟他爸爸的时间 所以他 你知道他那一天 是喝醉酒 他说 我现在很想吃一碗泡面 他边吃那碗泡面 边哭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是某种情怀 所以其实 那个食物本身 并不是重点 而是 人与人之间的记忆 才是重点 有 我最近也有这个感受 因为 我最近在播 那个早餐文 我发现 旅外的朋友 就是住在美国 或住在日本 或是 特别人 常年在外发展的朋友们 他们的回应 特别的 像我一个 在美国的朋友就说 他每次看我的 脸书的 传统早餐的po文 他看起来都 很不想看 但是一天又会 三不五时的上来 再重新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 自虐状态 我觉得那个是一种 那是一种相愁 相愁啊 那是一种相愁 那是一种 的确 你想回来 但回不来 或者你真的回来 还不见得有这么好的感受 是 这个是很奇妙的 但我有一阵子 很讨厌吃荷包蛋 嗯 我有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 不吃荷包蛋 你知道吗 嗯嗯 因为 我们小学的时候 我妈每天早上起来 都是一杯克林奶粉 加两颗荷包蛋 每天早上的早餐 都是这样 哇 我真是吃到怕 嗯 很饿 所以我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 我是不吃荷包蛋的 嗯 因为就怕了嘛 但我现在特别喜欢吃荷包蛋 哈哈 为什么呢 没有任何的情怀啊 就是觉得说 哎 好像就过了 嗯 就是那个 觉得很想要逃离 也可能就过了 嗯 但我有二十年的时间 真不吃荷包蛋 我觉得人很奇妙耶 嗯 就是当 当你得到某一个东西太多的时候 你会想要逃离 当你真的逃离的时候 你会想念 我没有啊 就是你任何的 骨头很贱 对 就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很贱 很贱的一个状态 对啊 就是你会发现 任何的东西 或者人事物 其实它都 本身并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你 自己在当下的那种感受 全部都感受的 那个对我来说 我很难 很难形容 很难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 像我们做这个节目 然后我想要去强调的 都是那个感受 而不是那个知识性的东西 感受其实很重要 很多 感受会留在你的心里头 嗯 很多东西 其实你真的很难用 讲话 或者是书写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一两个小时 就可以让人家 理解那样的东西 真的 很多时候那种感受 有可能是你今天 遇到一个人 嗯 你看他讲了两句话 对啊 哇 你忽然感受到一个东西 然后你 你会记很久 会觉得 这个人很有趣 但其实你根本不了解 对 很多时候是这样 我现在人生中有遇到 非常多的人是 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趣 是 或许我可以跟他深交 但是我其实真正见过他的时间 可能就是五分钟或十分钟 对啊 但你有那个感受 那个是很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以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是 一个就是 我在纽约的时候 我常问人家说 对你来说爱是什么 嗯 很多人回答我 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答案 但是我唯一记得的其实只有一个 因为那个感受实在太深刻了 他是一个萨克斯风乐手 然后他是亚买家跟香港人 嗯哼 就是他是咖啡人 嗯 咖啡色人你知道吗 咖啡 咖啡色人 对 黑人加黄总人 对 或者是变咖啡人 对 我们是在 呃就是 呃十四街那边的一个 Starbucks认识 那我认识他 后来我们就 反正就dating嘛 然后就去 我们家楼下那个时候 楼下一排的都是bar 你那时候住在纽约的哪里 Lower East Side Lower East Side 然后Low Street Low Street 然后Low Street那一条 就整个整条都是bar 咖啡厅啊什么什么什么 那我们家楼下刚好就有一间bar 那那天好像是七点 就是有那个happy hour 然后我们两个就 他就送我回家 然后看到有happy hour 然后我们就进去里面 然后你知道那音乐 棒棒棒 大声 超大声 里面都没有人哦 只有我们两个 那我们两个讲话 就要用吼的 然后我就用吼的 问他说 对你来说爱是什么 第一声 真的 然后你知道 这问题好烦 真的很烦啊 我是说 对你来说 爱的定义是什么 这样 然后他就 是多烦 没有 欠揍 没有 这问题很适合在你 你喝了五杯酒之后 你可以问 这个大部分人都可以回答出来 但你如果只是在 干屁的 一般吃饭的场合 或是我只是想要好好 你知道 享乐的一个状态 有很多人喝了五杯酒 我问他还是要干给我 干我现在在欢愉的时刻 你通常问我是什么问题 对不对 没有或许 或许他只是人生在某一个阶段 他并没有想要面对这么严肃的 没有想要面对这么深刻的内容 他还在逃避一些 你要不要让我讲 你说 他就沉默了很久 然后我以为他不想要回答我 然后 他觉得 这天一个男女生怎么那么烦 他过了大概好久 过一阵子他就跟我讲说 曾经我很难回答你 爱的定义是什么 但是我只能告诉你 对我来说爱是不离开 哇你知道我那个当下 是直接被触动到了 那个触动不是说 他这个答案有多 完美 多美好不是 而是我理解他的背景 他一个人在纽约 你知道他纽约 他住布克林的最后面 你知道那个就是很平民的地方 他这个答案可以让你脑补很多画面 对 你或许不需要真的对他 楚中八代都很理解 但是你自己会去脑补 但是你会明白 他有一些背景 就是说他一个人置身在纽约 那你很清楚他 日子过得不是那么的好 那当有人要去跟他交往的时候 其实你知道在纽约 纽约就是现实到让你觉得 干这真的是有本事才能这么现实 现实到 那不会有人 绝少有人会这样子 就是等啊 等在那个地方 就是anyway 反正他的背景就是这样 他就是一个亚买家跟香港混血 然后他住在布克林的最后房 很穷的地方 那他回答我了就是你知道 爱就是不离开 所有东西都存在的不是 存在的全部都是感受 你知道那个感受是会触动到你的 你很难用言语形容 因为你感受到了 他回答你这个问题 背后他的感受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 我念新闻系的 我就一直 你弄得好像我们两个不熟 没有 我知道你新闻系的 我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去理解别人的故事 然后一直去借由了解别人的故事去反出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所有的了解他人的故事并不是真的说 他有一个很完美的人生我要去学习 很多时候其实只是你去看他对某一件事情的价值观 他的人生观 你去借由这样的过程去思考你自己的人生观 去建立你自己的人生的价值 因为他的人生观 他会有那样的 形塑那样的神圣观 是因为他的背景 你没有办法学习他的 真正完全照着他所说的 很难 一切去做 不可能 但是呢 你可以从这个过程去反出 你自己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态度 或者是很多东西 所以你慢慢的会建立你自己的价值体系 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 我去了解别人的人生的时候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真的说 我看伟人的专机 我就会学他的一些早几天起床 他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会变成像他一样伟大 并不是这样 而是 不是成功的人 对 跟他follow他后面走 你就会成功 对 绝对 绝对 不可能是这样 而是我看他怎么样去面对他人生中的困境 而去想 我怎么去面对我自己人生中的困境 然后我去想 我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我的个性的问题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会相对的更了解自己一些些 去借由观看别人的时候 那你娶我 你有更了解你 我觉得娶你有更修炼自己 跟折磨自己 某个程度上 是多折磨 折磨自己本身也是一种 了解自己的方式 你就是喜欢被折磨 我喜欢被折磨是因为 我对自己有期许 这个很好笑 来说说为什么 为什么 自己讲都很想笑 为什么 你喜欢被折磨 对自己来说是一种期许 这个 因为在某个 程度上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很懒惰的人 所以我必须借由折磨自己去让我自己成为一个相对对我自己来讲更好的人 这有点深 就是说我觉得靠我自己 白话文 简单来讲就是我觉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靠我自己 就我有很多的惰性 我有很多的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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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 去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就是我比较我是属于那种比较容易堕落的人 就是很容易就沉迷在一个某一种世界里面 我在某个程度上我需要一个外力来协助我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因为我对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一些期许 但是因为我很懒惰 所以我知道我有这个期许 但是我做不到 所以我必须要找一个人来折磨我 他就可以达到相应的效果 OK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来讲 这是一个很聪明的作品 那我嫁给你是一件很笨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 就是你知道我干嘛要没事折磨你呢 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我干嘛干这件事情 我应该对你百依百顺 不要折磨你 没有没有 我觉得你折磨我是一个 我就不想要让你好过 异许你 不是 你折磨你 你完全不想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折磨我基本上就是你本能的表现 你也没有办法 百依百顺跟很顺从的 变成一个很nice的另外一半 我跟你讲我真的 我跟你讲 我从来没有要try的意思 try to be nice 从来没有 因为你知道 try always will fail 就是你知道你只要说 我try 你觉得你会失败 对不对 那我知道我就不是那种人啊 这点我很清楚 我还蛮了解我自己的 所以你刚刚是假问 我没有假问 我只是在想说你会有什么 你知道令人惊人知觉的答案 原来是这个 没有 我觉得 那你开心吗 开 这个怎么讲 那怎么讲 用嘴巴讲 就用一个俗世的话语来讲 就是痛病快乐者 那什么叫痛病快乐者呢 就是痛病快乐者 对 就是一边你感受到挣扎 一边你也感受到快感 哇 你很m 就是 对 听起来很m 听起来很m 就是 你怎么会这么m 就是你知道 你没有那么喜欢 这样的过程 但你同时也很享受 那 这一切的 可以忍受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所谓 英文叫做 greater goods 就是 greater goods 我忽然不知道 他中文是什么 就是 更远大的 更 宏大的 目标 所以你可以忍受 在这个俗世中 一切的挣扎跟忍耐 你讲的你好像 你现在是 代法修行人 没有没有 我觉得人生 你少在那边 人生就是一场修炼 对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 座右铭 就是 所有的修炼 都是 我听到烂 都是让你成为 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你要拥抱这些 讲 你要拥抱 这些 折磨跟修炼 真的 真的 你以为 只有你在修炼吗 没有 我觉得我是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 某个程度上 或是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 你不要以为 你长得像耶稣 就特别有智慧 没有 我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我是一个 取巧的人 你讲的 你觉得你是个 取巧的人 因为我相对的 我觉得我在某个程度上 我很聪明 所以我选择 用很笨的方法 在过的人 这句话还蛮有智慧的 因为你很聪明 所以你选择用一种 很笨的方式 在过你的人生 这句话不错 我觉得最笨的人 就是用很聪明的方式 在过他的人生 反过来讲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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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聪明还是笨 就我想这样 没有啦 这个 那我想这样就这样是什么 没有 那叫做幸福的人生 也没有啊 因为你知道我想这样就这样 所以我也踩了很多底了呀 没有 那叫做幸福且任性 但是辛苦的人 但是这都是制造 所有的 所有的任性都有代价 就像我们之前聊到 所有的任性都有代价 那这些代价都是制造 这些制造的 都是幸福的 所有制造的 而来的苦痛 都是幸福 为什么 因为那是你主动去寻求的 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个本身 就是一种很凄苦的美感 哦 我突然 浮现了好多人的脸 哪些人 等一下哪些人的脸 你要讲一下 没有 你不觉得那个 你知道就是 人生就是处在一个 你没有浮现人脸吗 我没有 人生去制造一些苦痛 本身是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很 凄美的东西 那有些人就很欣赏凄美的东西 有些人就觉得 啊干这个很笨 那这个端看你是在 哪个天 这个天平的两段 你应该不是说欣赏吧 应该有些人很享受凄美吧 有些人很享受 我浮现的人脸都是很享受凄美的 觉得哇那个凄美好像可以得到世俗的肯定的那种 这又回到 你知道那个人脸包含谁 哪个脸 没有 这又回到你 我偷偷看你走 没有 这又回到你在这个世间 你的需求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当你在这个世间 你需要这个熟视的肯定的时候 你就会去做出相对比较凄美的事情 但是这个做出很凄美的事情 你的人生就会相对比较挣扎 但是这个挣扎的过程 因为你本身有很多的缺乏 所以你可以忍受 所以这个它是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一连串的 很多细节的串联 而不是你单单只看说 这个人很怎么样 所以他就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 是因为他本身就有很多缺乏 他为了填补这个洞 所以他做出一些很怎么样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带给他很多苦痛 但是这个过程虽然很难受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那他本身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他也达到了一个理想 然后他给其他人很多启发 我觉得这有点讲太远 你讲到那个凄美的东西 其实我有一个感想 这个是我很早之前 我就领会的一件事情 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 爱不是找一个人来填补你的生命 爱其实是找一个人来分享你的生命 首先前提是 你必须要先是一个远 你要先完满 但是能完满你自己的 永远都只有你自己 没有其他人 绝对是啊 对 但很多人其实不是啊 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其实是 你去找一个人去完成这个凄美好了 我觉得那个东西也是一种缺乏 因为那个缺乏是自己有多重要 我们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对 那这个不是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觉得我很重要 但你知道我 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信心的缺乏吗 我不知道 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的 这个就体现到我的人生的很多价值观 就是我一直都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很旁观者的角度 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站在旁边是用一个很冷眼观察的态度 冷眼盘观 在看这个世界 你常常会问我说 为什么你对于来宾都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或问题 其实我不是没有好奇 而是我很多时间我想要静静的在旁边观察 对 那为什么我会这么好奇呢 我觉得你的好奇是因为你的内心有很多的缺憾跟复杂度 所以你会很想要透过问的问方式 去了解一个人或是了解他的 他讲出来的东西去带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天真的人 那个天真是我都会先相信他 那你一开始跟我交往的时候就相信我吗 当然没有 我从来没有真的很相信任何人 现在也没有吗 现在也没有 现在当然 你跟我摇头什么意思 不是 你真的是欠折磨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是一个你处事的态度 就是我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处事态度大部分的时间是我是很悲观的一个人 我之所以会这么悲观是因为我相信我如果悲观到底了 我接下来所有遇到的事情都会是加分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我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就是我把所有的所有世界的所有事情都想到一个最悲观的状态 到一个极致 所以接下来我遇到任何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它都是加分 所以我的人生日子会很好过 真的 就是因为我先把所有的人性的缺陷或者是是缺陷或者是这个事件可以发生最糟糕的事情我都已经想完了 所以接下来所有事情就应该是说我期望我的人生是从零分开始慢慢的加上去 那我每加一分我都会感到愉悦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我是什么者 你可能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就是你一开始都很乐观 然后最后就会很失望 对 所以然后你心情就会很荡 对 所以为什么我的心情一般来讲都处在一个还蛮不错的状态 你的心情都会一直处在一个很不好的 但是我很难改掉这种 就是一开始就相信别人这件事情 好难哦 是不是我相信人性本善 这有可能 这就是相信人性本善或是相信人性本善 我跟你说因为长一直以来 就是说我也不是说一直觉得说人性本善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跟人家讨论到 到底你认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善这件事情 我只要听到人性本 他相信人性本善 我就会心里面开始有点愤怒 嗯 不知道为什么哎 完全不明白到底为了什么 就是你本身 我觉得这个这个还回到你的本性吧 就是你本性或许是一个纯真的人 或是单纯的人或是善良的人 那像我们这种人就是本性其实看起来 我们外在看起来相对是善良 但我们本性其实是很邪恶的人 或者是很 那你自己说的 复杂的人 那你自己说的 或者是心机相对比较重的人 对 我们之所以看起来善良是因为我们心机很重 之类的 这个有趣耶 你为什么看起来脸臭 是因为你其实是很善良 他就是一个 你知道 相对的问题 你知道人表现 对 这是一个相对论 就是你人表现出来的一个样貌 其实跟你的本质有时候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我们理解一个人必须要花时间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 他在表面上的样貌 跟他实际的骨子里的样貌 其实是不一样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因为我常被骗 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 我用一句你常讲的话来做一个结尾 感觉留给别人 感受留给自己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尾 对 我们 OK 记得按赞然后订阅 拜拜 拜拜